第29集 那声救命啊的惨叫声才传了过来 李强笑骂道 看你这么凶悍还喊救命 没有事的 接着又将赵志和侃侃其扔了过去 看过纳善的表现 两人虽然没有叫出声来 却也是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落入火池 恐怕连尸骨的渣子都找不到 三人都想看看李强是怎么过来的 李强有火精在体内 本身又是紫言心和天火危机土的修身之身 根本就不怕这种火 若不是猿鹰被封 就算落入池中也不会有大碍 不过 现在他可不敢大意 纵身跃起 身形如闪电般掠进洞中 三人齐声喝彩 李强行云流水般抱拳行礼 笑道 见丑了 一刹那间 给三人留下强烈印象 真是潇洒不羁呀 四人在洞里 快速地向上爬去 越向上就越难行 岔道开始多了起来 侃侃其和纳善体力最弱 速度开始慢了下来 赵志毕竟是练武的 还勉强支撑得住 看看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已经仗成深绿色 那扇的脸色也苍白难看 痘大的汗水密密地冒了出来 他低声地说 老大 慢点吧 太累了 李强扔出一条绳索 小声道 拉住绳子 三人急忙抓住绳索 借上李强的力 这才算好点 右转了几个岔口 越上越高 通道开始变得宽敞起来 四周的温度也明显降低了 甚至还感觉到凉凉的微风吹过脸颊 四人继续下上爬去 就在三人累得快要不行的时候 爬在最前面的李强突然举起手来 示意大家停下 三人立即停了下来 紧张地看着李强 他们中间 坎坎其 是最清楚坦特国士兵的战斗力 所以 他也是最紧张的一个 摸了摸怀里的小刺激枪 这还是李强 特意让韩靖给他的 因为 他毕竟是当地的军人 最熟悉这里的武器 坎坎其 心里暗谈 要是有以前的武器护甲和飞翼 那有多好啊 打起来 心里就有把握多了 现在的这把小刺激枪 可能连白鬼子的护甲都射不穿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抓到俘虏 李强扭头将食指竖在嘴前 然后挥挥手 示意继续前进 其实 李强已经听到隐隐的说话声 如果原因没有被封 声音完全可以听清楚 现在 只能辨别声音的来源 不过 这 已经足够了 他想了想 伸手将莫怀元给他的那把飞剑 取了出来 虽然没有修炼过 但也不是世俗界的武器 可以望其向背的 又转过一个弯 传来的声音 陡然大了起来 哇啦哇啦的话语 虽然听不懂 但是 却可以辨别 似乎是在说笑 李强在经过几次生死拼斗后 胆子越来越大了 慢慢的 靠了过去 纳扇三人 也慢慢爬进李强 纳扇声音压得极低 悄悄道 老大 那里可能是通风口 侃侃旗 也悄悄取出小刺激枪 赵志和纳扇 两人手上攥着八寸长的三角刺 手心里全是汗水 黏糊糊的 很不舒服 赵志拽出一条破布 分了一半给纳扇 笔划了一下 缠在手上 纳扇恍然大悟 也缠了起来 心里踏实了一些 李强已经找到了声音的来源 那是一个直径 大约有半米大的洞 他悄无声息的 爬到洞口 洞壁不太厚 下面是一个大厅 这个洞口 还真是纳扇说的通风口 洞口在大厅的顶角上 顺着洞口 可以清楚地看到厅里的布局 李强心里吃了一惊 之前大厅里 有十几个穿着白色甲皱的士兵 其中还有一个穿着红色铠甲 军官模样的人 看看其身头向下看去 不禁又惊又喜 覆在李强耳边说道 好像这里是他们的武器库 你看那边一排十柱后面 李强一看也是大级 那排十柱后 一排一排的架子上 靠着整齐的刺激枪 好像还有甲咒护具 纳扇恐怖地看着下面走动的士兵 心想 这怎么打 我们才四个人 冲下去 不等动手 就被他们乱枪打成肉酱了 他的手不禁抖了起来 赵志还沉得住气 轻轻拍拍的肩膀 以示安慰 纳扇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李强心里急速盘算起来 四个人中只有自己不惧这些士兵 他们三人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 或许可以一对一 但是下面竟然有十四个士兵 一个军官 大厅外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如果应来风险太大 一时没有好主意 他示意众人缓缓地退后 爬到边上的一条通道里 大家商量一下 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这次行动要尽可能减少伤亡 还不能让白鬼子搞清楚我们的情况 所以一旦动手 一个活的都不能留 除了要带走的 如果带不走 立即杀掉 看看齐 你有什么想法 说说看 老大 我看很难 他们人太多了 杀了几个后 只要他们一警觉 打开护甲和防御盾 我们就很难再伤到他们了 到那时 坎坎其为难地说道 纳善一言不发 他见李强看向自己 摸摸自己的秃头 尴尬地苦笑道 老大 别看我了 我是粗人一个 唉 刚才看到有这么多士兵 差点没吓死我 老大 你说吧 该怎么干 我听你的 我也豁出去了 死就死吧 好歹也拼过一把了 赵智也附和道 是啊 纳善的话有理 老大你说吧 大不了就是死 李强打断了他们的话 笑骂道 纳善你魂球 动不动就死啊死的 我可不想让你们送死 赵大哥也是的 要活着才对 纳善心里苦笑 能活着谁不想啊 对这么强大的敌人 一旦动起手来 想活都难 李强轻轻咳嗽一声道 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好主意 我倒是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侃侃其诧异地问 不是办法的办法 是什么办法 纳善插话道 那就是没办法 话音刚落 就被李强拍了一把秃头 骂道 要你多话 不知道为什么 李强挺喜欢这个土匪一样的大汉 忍不住就要欺负他一下 纳善缩缩脑袋 摸得秃头 喃喃自语道 本来就笨 再打不就更笨了吗 我们等 等时机出现 李强自信地说道 侃侃其恍然大悟 不错 等时机出现 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有这么多的士兵 我们几个轮流监视 一旦有机会再动手 好 好办法 心里对李强十分佩服 等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李强将带来的食物和清水给了他们三人 自己就开始检查体内的变化 火精得到火池里的能量支持 一时能力大涨 终于在光幕上打穿一个洞 李强的心神立即顺着这个洞进到原鹰里 开始全力运转小宇宙 不知过了多久 全身突然大放光芒 纳善正百无聊赖的 弯着手上的三脚刺 突然 四周一片光明 他吓得手一哆嗦 手指被三脚刺 划了个口子 忍不住 低呼出声 愣愣的看着李强 他不明白 人怎么能发光 坎坎其靠在眼壁上假妹 被纳善的低呼惊醒 一把抓起小刺激枪 睁眼看去 不由的也呆住了 过了一会儿 光芒暗了下来 李强叹息一声 睁开双眼 心里明白 暂时还恢复不到以前的状态 不过 已经能运用一些真原力了 见两人正正的看着自己 问道 你们两个发什么呆啊 有什么新情况 出来倾听 纳善和坎坎其 现在都知道了 李强一定不是普通的人 两人信心立即大增 却不敢问 刚才他为什么会发光 坎坎其 恭敬的道 老大 赵志已经去了好一会儿 不知道有没有新情况 马上就要回来了 这一声老大 真是发自内心的了 嗯 赵志回来了 李强听到赵志一动的声音 片刻就见赵志从通道里爬了过来 赵志激动的道 老大 现在大厅里只有七个人 这是这段时间里最少的人了 打不打 三人都看着李强 打 在这里时间不短了 下面的人也要等急了 一起去看看 商量一下怎么打 李强因为能够运用真原力了 虽然少 但也让他的实力提高了很多 信心不由的高涨 好 大家先把玉符捏碎 李强提醒道 重新来到洞口 仔细数数 竟然只有六人 又少了一个 有三个士兵坐在大厅中央 似乎在聊天 哇啦哇啦的说个不停 一个士兵站在那排石柱边 露出半边身子 角落里还有一个好像在睡觉 最棘手的是一个不停走动的士兵 李强运真原力传音道 赵大哥对付那个走动的士兵 赶不掉他 也要缠住他 看看其对付石柱后面的士兵 拿战 你把那个睡觉的家伙干掉 打听中间的三个 我来 我先下 你们一个一个跳下来 我接着 不要停 立即动手 明白吗 看三人点头 李强开始了第一次 在黑营的行动 李强的谨慎 的确救了他们四个人 在坦邦兴 如果是一支装备齐全的军队 绝对是可以和修真者对抗的 所以了解情况的修真者 是不会去惹这里的军队的 因为这里的武器 是很厉害的 李强 李强 李强犹如鬼魅般 悄然飘落 落地时 寂静无声 赵志跟着跳下 没等落地 李强便向他后腰推去 他的身子 犹如离弦的剑 射向那个走动的士兵 接着 砍砍其也被推了过去 那扇一咬牙跳下去 被李强拎着衣领 扔向那个睡觉的士兵 三个聊天的士兵 发现李强他们慌乱地站起身来 刚刚拿起武器 突然就看见李强恶作剧般的脸 脸上的疤痕扭曲 正灿烂地 冲他们笑着 他们怎么也不明白 他是如何过来的 为什么会这么快 李强心知 若是不能急速解决眼前这三个士兵 那麻烦可就大了 趁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举起枪 手中的小飞剑 咬出的阴光 已经划过一个士兵的脖子 运用不多的真原力 紫光微闪 另一只手 犹如一把长剑 直插边上一个士兵的胸膛 一颗头飞了出去 满枪热血狂喷而出 另一个士兵 徒劳地抓着李强的肩膀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的手肘 竟然整个穿过自己的身体 连护身铠甲都没能挡得住 还剩一个士兵 从他眼神里流露出极度的不幸和恐惧 他张了张嘴 连一个字都说不出 突然觉得肚子剧痛 人已经飞到空中 李强着一脚之力 就将他的内脏震得粉碎 纳善咬牙切齿地落在那个睡觉士兵的身上 砰 非常准确地将他砸醒 那士兵胡乱地舞动手臂 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纳善骑在他身上 用尽力气将三脚刺狠狠地扎向他的胸口 谁知道 三脚刺戳穿铠甲 鹿肉三寸厚 竟然卡在甲上 疼得那士兵大吼出声 慌乱中 纳善用手去捂他的嘴 被他一口咬住 士兵倒是不叫了 纳善却狂叫起来 侃侃其最顺利 身子正好落在靠在柱子边假妹的士兵边 抬起手中的小刺激枪 一枪就把他的头轰成碎片 随即就听到两声吼叫 其中一声正是纳善的声音 惊得他头皮发麻 抓起架子上的刺激枪 向涌道口冲去 砍砍其不愧当过军官 他不去救纳善 却冲向涌道口 因为他清楚 只有堵住进口才能一勺打多 一旦有大批的士兵冲进来 里面的人谁也别吓火 赵志却是遇到麻烦了 那是一个大胡子士兵警觉性极高 在看到赵志的同时 就打开了护甲和壁盾 刚抬起手上的刺激枪 就被赵志一脚踢中手腕 那把白色的刺激枪掉落在地 赵志使出浑身解数 噼噼啪啪一阵狂打 颓然的发现 竟然伤不到敌人 大胡子也奈何不了赵志 虽然防具很好 但是进攻武器掉在了一边 他连滚带爬的 向刺激枪靠了过去 赵志有不错的功夫 但是面对身穿着制式防具的大胡子 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 三脚刺扎在他身上 根本没有一点用 只好徒劳的拳打脚踢 大胡子士兵也不好受 连续的重击震着他头昏眼花 他知道刺激枪是拿不到了 于是奋力跳到一边 拔出一把一尺长 样子古怪的短刀 两人就像斗鸡似的对峙着 赵志也不敢冲上去拼 摸不清他手上的是什么兵器 但是他缠住大胡子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李强解决了三个士兵的同时 就听到了纳扇的怪叫 身形色纵着就掠了过去 心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在半空中就看见 纳扇一只手的虎口被那个士兵死死咬住 另一只手发疯般的狂殴他的脸 那士兵满脸鲜血 死命咬住纳扇就是不松口 李强落在纳扇身边 一提脚踩了下去 咔嚓 连三脚刺和护甲一起塌陷下去 那士兵嘴一张鲜血 喷了纳扇一头一脸 纳扇抱着手跳起身 疼着在地上转圈 李强顾不得管他 又向赵志冲去 侃侃其心中叫苦 他们已经惊动了外面的士兵 永道里无数的士兵想大听冲来 侃侃其伏在永道口 对着冲来的士兵疯狂射击 银色的能量光球 打在士兵的护盾上 乒乓作响 那群士兵一阵慌乱 也举起刺激枪还击 煞时间震耳欲聋的声音响成一片 大胡子士兵听到外面的响动 张嘴狂叫一声 没等第二声喊出 李强就到了 他旋风般挂着大胡子身后 伸手捏住他的脖子 五指就像钢前一样输缩 大胡子口吐白沫 眼向上翻 赵志叫道 就他一个活的了 别弄死了 李强急忙松手 他发现 自己最近只要一动手 都是把人朝死里整 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煞劲 他叫道 拉神快来 把他捆起来 到洞口下等我们 赵大哥 我俩都涌到口去 话音未落 人已经窜了出去 怎么样 盯得住吗 李强突然出现在侃侃其身后问道 侃侃其头也不回 又射出一串能量光球 冷静 而又无奈的说道 士兵太多了 要不是涌到狭窄 限制了他们 早就冲过来了 等一会儿 如果他们用强力推顿 我们就完蛋了 赵志也拿着两支刺激枪 扶在涌到口令一边 和侃侃其的刺激枪 形成交叉火力 李强虽然不晓得 什么是强力推顿 但是可以肯定 刺激枪一定打不穿那玩意儿 正犹豫间 纳善的声音响起 这什么东西 可以用吗 李强和侃侃其同时回头 李强忍不住笑骂道 让你在洞口等 还跑来干嘛 想死啊 侃侃其却是大喜叫道 快拿过来 只见纳善身穿全套白色铠甲 手臂的盾牌闪着青光 秃头上的护额也有青光闪烁 拖着一个大箱子 里面整齐的排列着 一个个椭圆形红色球 正呲牙咧嘴的朝他俩笑 样子很滑稽 侃侃其拿起一个椭圆红球 用力引捏 那球立即成的圆形 他仰手向涌道里扔了出去 喊道 都趴下 哄 涌道里传来一声闷响 一股热流夹杂着碎石块 迎面扑来 纳善骂道 他哪来的 这么厉害啊 也拿起一个学着砍砍其的样子 扔了出去 人却忘了趴下 被爆炸的冲击力顶了个大跟头 幸好穿着铠甲 没有受伤 他骂骂咧咧的爬了起来 李强回头看看武器库 咬牙道 你们三个 无论如何 给我挡一会儿 拿起三个红球 突的站到涌道口正中间 仰手射出 然后毫不停留的倒跃向武器库 这是一个小型的武器库 东西并不算多 李强速度极快 只一会儿就把武器装备搜落一空 坎坎其那儿 却已经要挡不住了 李强大叫道 退到洞口下 快 整个大厅里烟雾腾腾 能量光球划过空气 发出嗖嗖怪响 劈劈啪啪的碎块 从洞壁上崩落 一股像人的浇糊味 弥漫在空气里 赵志和坎坎其 幸亏有护身御服的保护 没有受到大的创伤 三人狼狈的 想来时的洞口退去 纳扇居然还拖着那只大箱子 他实在是太喜欢这些红球了 李强一把抓住坎坎其 运弓将他抛向顶上的洞口 又连续将赵志 纳扇和大胡子俘虏 抛进洞里 士兵们已经冲进大厅来 刹那间乱枪齐发 打得整个大惊一片狼藉 李强身上最少中了十几发能量光球 身上立即血肉模糊 幸亏能运转一点真原力 肉身是保住了 趴在地上 李强算是知道刺激枪的威力了 突然 他瞄到那扇遗留的大箱子 忍不住斜斜的笑 听众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